好 接下來南粉請不要太著急 有著最美的里長 永和IU封號的永和永福里里長陳子瑜 因為亮麗的外表受到大批的粉絲追捧 近日更新自參與年曆的拍攝 將免費發送限量1000份 前兩名還可以跟大家拍照簽名 那消息一出瞬間讓不少粉絲嗨翻留言 看來上次沒機會拍照 這次可以來抽一波了 而且超級期待的 好 我們再看到 新竹市下屆副議長的選舉高潮跌起 先前在假投票中 國民黨現任副議長余邦彥 與黨籍市議員陳慶玲上演了兄弟系強 落敗的余邦彥前天宣布退黨 不料一夜之間劇情大逆轉 陳慶玲深思後決定退出副議長的選舉 在同黨同志的強力未留下 余邦彥也同意撤回退黨的聲明 搭配現任的議長許修睿爭取連任 我們再看到高雄市議會的副議長選舉時間倒數開始了 那麼65席當中民進黨九合一選舉搶下27席 加上親綠友軍共獲32席 只要再獲得一席無黨籍議員的選票 就篤定過半奪下了議長寶座 但黨內的新潮流 勇言會大兩派人系競爭非常激烈 甚至還傳出停幾方陣營的人選不惜以退黨相逼 再加上考量與黨的合作 導致至今還是沒有辦法定奪 公佈時間在一再延後 我們看到民進黨正因為敗選 全黨正在檢討 如何改進挽回民心 現在又爆出了耍特權 民進黨立委劉士芳特助在輕軌施工的路口上 騎車紅燈右轉被攔下 質疑女警憑什麼開單 女警說她親眼看到 但沒想到的事後 女特助質疑女警態度很差 竟然耍特權利用立委辦公室的名義 火速發函高雄市政府三個局處 到開單的地點會刊 還要求女警要寫檢討報告 你還沒有看到事情 憑什麼不開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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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氣激動質疑女警為什麼開紅單 她是民進黨列委劉士芳特助在小孩出門 紅燈右轉被攔下開單 我眼睛有看見你確實是真的 事發地點在高雄合體大順路口 正在進行輕軌施工 原警不卑不亢說闖紅燈是事實 而且現場還有一腳指揮交通 我這邊綠燈我右轉 這個叫闖紅燈 沒錯 這個紅燈 劉士芳特助事後質疑女警態度差 要求寫檢討報告 基層警察一片嘩然更扯的事 三調後特助以劉士芳辦公室名義 火速發函交通捷運警察三局處 倒開紅燈地點會刊 質疑紅綠燈被樹木擋住 現場人員表情尷尬 事情曝光立刻引發網友討論一面倒 質疑劉士芳女特助好大的官威 特助都沾光 權貴不能開單了 全黨挺特助嗎 今天衝我怕他撞到我的指揮棒 那個小姐比較凶啊 遠景口氣平和 亦從未要求成員上打檢討報告 紅燈右轉被開單有錯在先 竟然勞士動眾發函會堪 民進黨敗選後正在檢討 頭卡莫立歇 現在又爆出女特助耍官威火上澆油 記者王毅與王書宏高雄報導 民進黨2022年的九一大選大敗 結果台灣民意基金會董事長尤盈龍 就發文指出一般的矚目焦點 都在六都十六縣市 但觀察後縣市層級可以發現 嘉義縣政府所在的太保市呢 此次由退出的民進黨初選 五黨籍候選人鄭淑芬當選 寫下歷史的新頁 海荒鮑魚乾貝EXO醬 裡面有嚴選新鮮的頂級海鮮 跟蜜質的獨家配方 還有富含膠原蛋白 還有黏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質鮮嫩EPA跟DHA的含量 更是豐富 現在購買還有優惠喔 輸入我的優惠代碼 ZTI714 享有折扣喔